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颠配流离二月十四 颠配流离二月十四 恐怕做人抹趣味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第一次听 是吗 我们回家找一些歌词 那些歌词 不过后面那些是三级歌词 我就不唱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情人节》这件事 有女人有情人节才有意义 没有女人其实是用来自嘲 要不然就独留在家中独乱自得 你无人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你明白吗 我自己怎样看《情人节》呢 当然我也试过拍拖 也有《情人节》 我怎样说呢 我说不是 首先第一件事要说 我和我拍拖的几个女朋友都不喜欢送花 但你要小心一件事 她说她口说不喜欢送花 但你送给她也是会开心的 我是很喜欢送花的 因为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经常都觉得这世界有些事可以用钱解决得到 尤其是我那几次拍拖的时候 也有少少闲钱 我觉得是绝对会用的 我认识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如果你成功追了她 或已经过了《孙明节》 《情人节》就变成一个很困扰的节日了 因为有很多女朋友很麻烦 我不介意做一些指定动作 指定动作是什么呢 通常你有没有试过做一些《情人节》的指定动作 送花 送花还要送到她的办公室 我试过有一次在办公室 那些女朋友直接打给她 不知为什么摘花还没送来 有很多人很想讽刺 《情人节》 你究竟是想曬给人看 还是想要幸福 我觉得两件事没有矛盾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什么矛盾 我是一个女孩 有个男孩喜欢我 然后她令到我在办公室可以威胁 那是OK的 有什么问题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知道她要骂 而且有很多女孩 我心想不如你收皮 经常说 我都不喜欢庆祝情人节 你不喜欢是你的事 那不代表你就是等于高人一等 我觉得一些重视情人节的女孩 不是代表她很仅仅 我其实是反而反过来 我觉得如果那些喜欢 重视节日的女孩 她是可以说 只要你节日对我好 其他时间我给你一些自由 我觉得反而是好 我最麻烦的是 有些女孩就是不重视节日 但她就说天天都要对我好 这个就真是麻烦 情人节 其实就是 如果你在追求女孩 或者在云末时 你会找很多心思去想她 你会想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当你举例 你拍了拖五年了 你还要是情人节 心思去哄她 就真的很辛苦 我的哲学从来都是这样的 你不能够给饱饭的女孩吃 如果你对女孩太好 她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你追求她不要紧 追求她令她觉得 你是全世界对她最好的 但如果你已经追求完她 我觉得可以庆祝 但你不要期待每一年 都会有新的惊喜 而且每一年都会有很大的特货 如果是这样 你个人就会很疲累 我告诉你 很疲累的男人最后会怎样 最后就是找第二个女人 我就不会 因为我很快就会把这件事 放得很低调 这个就是我的心得 第二件事就是 我发觉近年 香港是慶祝情人节的 当然不单止是情人节 我觉得慶祝节日的气氛是低了 很多原因就是 圣诞节就不用说了 因为去了旅行 情人节现在多了人在家庆祝 因为大家都知道 出来是被人家的 就算是女生都会觉得出来被人家的 所以她不介意回家庆祝 所以情人节 我试过几次 情人节想起 很简单 然后试着买一块扒 整个仓 你猜不到情人节的冬肉柜的仓 是没有了 当然也是很按摩的一件事 就是情人节的Pandora 永远都是排满人的 我心想你早一日去买 是不是要了你的命 就是女生不会知道你那件事 是不是情人节那天买的 就是我每次见到2月14日的 Tiffany和Pandora排队 我觉得这群人是活着的 是活着18层地獄的 早一日想洗死吗 现在看跨 去排排几个小时 还要买些很贵又不等花的东西 买是不要紧的 因为早一日买的 这个就是我的心 你有什么对情人节的心得吗 我没有 你问我那一回来 我终于领悟到 这个消费的真正意在那里 就是说真的一句 你大概的允许可能500至1000左右 其实你在香港地 你要买份礼物给女生 500至1000 老老实实一些礼物 你找那些小店去做 出来的品质都不会太差 是 我见过有些可能七个水 然后就整你和女生的合照 变成一个灯箱那些 其实是否有用呢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不是买那东西的价值 你是买一条女开心 所以我发现近年 反而我很少看YouTuber的东西 YouTuber的东西 现在最有差的价值就是 整天教他去买一些无谓的东西 因为我不懂买无谓的东西 很简单 我就随便去一间首饰店 买几千元 买一条你买什么 其实说真的 宁愿你可能真的看看人 准备浪漫 然后最重要就是 后面有一点点故事 然后那个礼物就 其实我觉得反而1000元以下 然后就送出去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再加多个故事 就是说回故事 其实整个情节已经点亮了 好的 但是当然 我和你的溝气心 可能是不同的 不过也不是的 互相参考 那就学一下 但我已经脱离了这个时期 所以我只是说回当年 当年很简单 就是我经常都不拘捕 不拘捕 不拘捕 就是两件事 就是时间 心机和钱 这三件事 看看你哪一件事 是可以愿意摆得最多 如果这三件事摆得最多 是最好的 但都是向这三个方向发展 你没有什么钱 便多放些时间 你没有什么心机 便多放些钱 类似是这样的 好 说完情人节 我也想说一宗新闻 就是说这个华为 其实我不仅是说华为 我想说中国包围网 其实我愈来愈看多 就是华为和南海的新闻 我就发觉 现在中国真的 是比美国为首 或者欧美的一个很大包 因为最近我们说南海 英国声称 会将他的航空母船 派到南海 就说他已经有心理准备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 会有一个军事冲突的准备 我自己觉得 我不知道他是战略部长 还是海军部长 他这样说 当然可能是有少少脱欧的背景 因为如果英国脱欧之后 他要扮演一个国际地位的角色 他要有别于欧盟 可能就是积极去回 其实很奇怪 因为英国已经在亚洲 没有什么利益 你唯一这样做 就是要争取美国的支持 有些人立刻笑 英国连一支航空母船 航空母船都没有 你持有航空母船过来 你便随时被中国的反航导弹射惨 我心想 如果英国是会来南海 第一件事 你中国够敢动它吗 你动它即是动美国 第二件事 英国来 它当然是拍美国的战艦来 难道是自己单拖来吗 所以我自己看 在南海方面 你中国受到的压力会是越来越大 尤其是印度 现在美国会继续拉路 虽然你会说越南 缅甸 或者柬埔寨 其实比中国对于他们的压力很大 但是始终你美国在亚太区 他想摆一些影响 譬如最近你菲律宾 就算很亲中也好 你也要赶你去柬埔寨 你会看到美国的首映是处处的 但是更加想说的是华为 其实现在我上网 刚刚BBC出了新闻 就说现在有些什么国家 声称会他用华为的设备 或者可能会考虑他用华为设备 其实已经很多个 当然他未必会说我他用华为设备 但是他说我会提升到5G的保安标准很高 其实变相就是针对华为 你为什么要提升到很高 你会担心有些人是 借助5G的设备去洩到 你的政府或国家资讯 而只有一个国家 现在被为华为 就是华为 那是什么国家 现在有德国 意大利 英国 日本 南韩 新西兰 澳洲 真正是表明立场是觉得 我是不介意用华为 暂时只有匈牙利一个国家 我这里要客观说一点点 其实有很多人说 华为现在的5G一定会很麻烦 会安装后门 或安装后门 将来都会取得我们的资讯 其实我看过很多 一些技术的文章 他们很简单 如果华为现在的5G设备 真的可以安装后门 美国NSA 这些国防级别最高的部门 甚至他自己是专搞这些东西 你也听过史诺登 零镜计划 他最擅长这些东西 他怎会不知道华为的设备 会有景棍 所以现在曼晚舟被拘捕了 他只是说他洩露了一些机密 给私底下和伊朗进行交易 但他永远没有说华为有装置和洩物 而且如果华为要竞标 其他地区的5G设备 他没有可能把自己的资料 或自己的资料 全部摊开去说服其他人 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些设备 拿到你的资料 否则他竞投不了这些设备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讨论华为 我都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华为的设备 最低限度在这一刻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就一定是已经报了 之前Bunberg就说过 中国有些芯片生产商 即是有些芯片生产商 说他会放了一些东西去Amazon 或者是Apple那些产品 去到今时今日 你都知道这件事不了了之 其实就是假新闻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 可能是有些人是过度敏感 有些有心人去抹黑而去做 不代表我支持华为 我稍后都会说 现在的华为5G产品没有问题 不代表之后没有问题 亦有人说 如果华为要拿这些东西 你用硬件去做是很笨的 硬件去做的风险是很高的 成本是很大 你随时被人发现 你整个公司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威信 都会为这一单 要拿这些很简单 装个App就可以了 其实手机App 反而是最容易可以搜集到这些资讯的东西 你很少会写意取难 但我也要说 因为我有朋友在华为做工程师 他跟我说 他都不相信华为的5G设备会出股 原因是因为他觉得 根本就不需要一些设备出股 因为5G设备 就是说电讯设备 你之后要保养 你其实整份合约一定是 包括华为去做这个 保养、维修、升级的东西 他说很简单 现在不要说5G、4G的电设备 华为对于个人 就是那些电讯资料 那个保障的标志是很低的 他说随时有个客人想拿回 某一些电讯设备的 华为就问都不问给他 其实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其实不需要靠硬件去拿你的资料 他只要有一个製造币 或者一个保持币 其实他已经可以在华为设备 日后升级也好 或者是保养、维修也好 就用这个方式 已经可以在直接里面 拿到很多他想要的东西 当然了 现在未知将来5G设备是怎样 但那条路是这样 所以归根究竟的一件事就是 你信不信他 你不信他 你就不可能会让他拿5G设备 所以我们搞了一件事 硬件最多限度是这个时候 没有人觉得有问题 所有觉得有问题的都是穿坐扶 但硬件没有问题 但这间公司没有问题 到最后 为何美国针对华为最主要是两件事 第二个贸易也在这 我们经常都说 大陆的公司都是抄人 抄人 抄人 你自己不行 你要明白一件事 华为的威力是什么 就是技术现在真的很高 我的朋友在华为的工程师 当然他不是很高级的 但他告诉我 现在华为很多搞电池设备工程师 全部都是世界一流的人才 因为是中共亲自帮他建立一些人物去做这件事 当然他连那些最基本的晶片都做不到 都要靠美国 这个世界是分工的 他某一些晶片 因为他觉得自己生产很高成本 所以他不会去发展 但其他的东西 其实华为有很多东西 对于外国晶片的要求 百分比已经是持续下降 因为他都希望可以自己生产到很多自给自足的东西 但没可能 因为就算俄罗斯的战机 都要用美国的晶片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分工已经是搞不开的 但为什么美国要制裁华为 真真正正另一个原因 因为华为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担心华为在5G的时候 是会取代了其他国家的5G企业 变成一间独大的企业 而这件事不单只是说个人资讯这么简单 中国有一间公司 在这个通讯网络占有一个 不能说是垄断 但如果是一个独大的位置 你真的不知道他日后会否受到中国的影响 而调整他的设备 或者他的经营方针 全世界都受到影响 这个才是美国最针对的 所以我们不能一方面说 华为很大威胁 另一方面 大陆的东西很厉害 很落后 这两件事是不会同时存在的 只有华为 因为有一个很厉害的公司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威胁 才会那么大 你不搞清楚 我从来都不反对杯葭华为 我都不用华为的东西 我甚至不会用大陆手机 但重点就是 你反对一件事 但最低限度 你要用一个正确的角度去反对它 这个就是我今次想说的 今次到此 下星期再说其他话题